应该说法律的判决是正义的宣告 同时也是对遇难者的告慰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整个案情 2011年10月5号 两艘中国商贸船只 在湄公河金三角地区水域遭到劫持 13名中国籍船员被枪杀 这就是备受关注的105湄公河中国船员遇害案 好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 2011年10月5号 一阵密集的枪声响过之后 湄公河归于平静 河流上的商船照常往来 然而两艘中国籍船只 预星8号和华平号 一动不动地停留在湄公河泰国一侧 很快人们获知了13名中国籍船员被杀的消息 更让人震惊的是 泰国相关方面称 在船上发现了多达90万粒的毒品 大概是在12点不到1点 他只是说出了四句话 第一句就是我在泰国的钓车码头 赶快报案 赶快叫救护车有人受伤 就是说了这四句话 然后就所有的通讯什么东西都有了 事件发生后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要求尽快查明案情 缉纳凶手 保护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0月13号 遇难船员家属抵达泰国 认领亲人遗体 10月14号 遇难船员遗体告别仪式举行 10月23号 公安部副部长张新峰 受命率中国公安高级代表团 赴泰国开展工作 10月28号 中国船员遇袭案件基本告破 已锁定9名嫌疑人 随后 诺康集团骨干分子一来 在2011年12月13号被抓获 桑康在2012年4月21号被抓获 我现在走在这个地点 就是105岸首犯诺康的落网地点 4月25号傍晚 诺康乘着小艇从上游下来 从这个位置上岸 准备到老窝一侧躲藏 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 他的行踪已经暴露 埋伏在岸上的老窝军警 当场将其抓获 同诺康一起被抓获的还有两人 然而他们并不是诺康武装贩毒集团的成员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这两个人去接他 就是开那个快艇去接他下来的 这两个人是他手下吗 这两个人去接他的 就是上面这家的 他平时应该说除弱 进入这个村基本依靠这个人 对于一个盘踞于湄公河两岸 长期从事制犯毒品 绑架杀人 收取保护费等犯罪活动的 武装贩毒集团头目 当地村民为什么会为他提供保护呢 随着工作的进展和深入 我们就发现这个洛康在他活动这个地区 他为什么能够生存这么长时间 而且恒星暴露这么长时间 势力越来越大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用这些抢来的钱 抢来的钱 这个敲诈来的钱 他很注意在当地收买村民啊 村长啊 包括一些基层的军警啊和地方的官员 编制一张关系网 目的呢就是为他在那一带 通风报信啊 提供庇护啊 作为他生存的基础 除了用钱来收买 诺康还在他的活动范围内收养了许多情妇 为其逃脱追捕 充当县人和提供牺牲之所 同时由于诺康活动区域 位于缅甸老挝泰国三国交际地带 方便其越境逃避打击 也给抓捕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在梳理诺康关系网的同时 抓捕人员还争取到了一些 和诺康没有利益关系的当地村民的支持 为成功抓捕诺康提供了帮助 此外 中国工作组还通过协调老挝等国联合行动 对诺康营地进行围剿 迫使其离开了活动核心区域 为成功抓捕创造了条件 2012年4月25号傍晚 正当两名当地村民 接应诺康逃往老挝一侧躲藏时 已经埋伏在岸边的老挝军警 将其当场抓获 2012年5月10号上午 被抓获的金三角地区 特大武装贩毒集团首犯 湄公河惨案首犯诺康 由老挝依法移交中方 陆過